谭松玉最近参加了QQ名人秀 在比赛中大显身手让人赞叹不已 而在现场谭松玉穿了一身黑色套装 哭帅十足 搭配哪吒头整个人看起来古灵精怪 微笑时更是让人心动 不得不说谭松玉的娃娃脸实在是太逆天了 30次的她看起来还是少女感满满 而王凯她凭借出众的外貌 磁性的声音和扎实的眼睛 让粉丝尖叫于关注 据八卦消息称 王凯也参加了这次的QQ名人赛 并且和谭松玉私下约会 算得上是真正恋爱了 如果该传闻消息是真的话 小编希望王凯谭松玉再一起早日官宣 因为神情不及搅拌 后外无需多言 之间所有的美好莫过于四个字心甘情愿 我们都心甘情愿的沉迷在难得消停的氛围中无法自拔 其实说起王凯谭松玉 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王凯的一则微博发文就曾引起大家的注意 当时小编没有想到相复而行都过去了这么多天了 我们的凯凯王还是没能走出和谭松玉的那份感情 没有想到3月的最后一天 他还在发固难听并配文 和3月说再见开启全新的第二季度 之前在采访中 他同样表示过和谭松玉的对系过程 让他久久不能出心 感觉常常都深刻 或许真正一伤喜欢一个人 是突然的一个瞬间想起了你 凯凯王的这次发文小编很有理由怀疑是想松玉了 不然已经禁足大江大河三的王凯 为什么依旧对顾南亭这个人物念念不忘 同样的松玉也是如此 因为我们的松玉在凯凯王发文不到三个小时 也同样发文还爱我吗 这四个字承载着这样的厚重想必大家都知道 这不仅仅是对于凯凯王的回忆 也是归露第五集的结束语 代表着许久不见的思念 况且这也不是两人第一次在微博上进行互动了 在2月15日的这一天 谭松玉在微博上发文 途中偶遇到彩色的光 配图是自己的照片 还有天空中一道彩虹的痕迹 不过这条微博发出去还不到两个小时 我们的凯凯王就偷偷微博上线了 或许是看到了谭松玉发的这条微博 王凯也立马发文章 需要时顾南亭会从光里走出来 并碰了一张剧里的照片 因此这件事还在网社掀起了广泛的讨论 不少网友都觉得王凯一定喜欢谭松玉 这句话就是公开在向谭松玉的表白 当然还有部分网友表示 这已经不是王凯对谭松玉的第一次回应 先不说具处两个人的小动作 在谭松玉和徐凯新剧 你比星光美丽开机这一天 松玉微博发文 星光作伴照亮前路 记性今日开工 并配有自己一张新剧开机的个人照 可大家有想到吗 谭松玉这一头刚刚发过去 我们另一头的王凯就偷偷的微博在线了 这没有为松玉设置特别提醒小别是不信呢 而且仅仅也过了30分钟 王凯就发文远消节快乐 或许大家觉得这没有什么 但仔细看看两个人发文的时间点 一个27一个57 说不是过意的谁会相信 而且大家都发现吗 今年的微博之夜 品质升迭等明星起居的活动 只要他们其中一个人不参加 另一个也不会到场 真的好奇怪啊 小编这就严重怀疑 他们是不是商量好的 不然为什么会感觉 只要他们参加的活动 两个人都会很搭呢 比如在2020年的10月16日 第13期金银节上 王凯坦崇玉有了他们的第一次相遇 这也是在他们互相日式的开端 在这次的颁奖典礼上 他们共同诉说着关于32历的往事 他们两人一个作为80后 一个作为90后 共同诉说着对于梦想的坚持 之后到了2020年的10月18日 中士鞋宣布了双新舞员会名单上 王凯和坦崇玉坐在一起的画面 也是非常的有及时感 这一刻坦崇玉扭头看向旁边的王凯 那一瞬间的心动谁动 真就坐在一起就觉得很有CP感 之后他们在2020年的2月28日的微博之夜上 他们也是再次的引来捅框 坦崇玉身穿一袭白色公主群 王凯则是一身葱色皮搭配白色裤子 或许从这一刻开始 他们就彼此熟悉成为好友 2021年6月10日 王凯和坦崇玉在上海白云兰出席典礼上 两人又一次迎来了同光 诸多巧合真的就只能说明一点 两个人真的很有缘分 而且男帅女美真的很大 大叔和甜蜜的恋爱 相信是很多人都喜欢柯荡 况且王凯的剧和崇玉的剧小编基本都看过 尤其是冬天的那部想不二行 小编怎么看都看不够 不过当时再看到了他们许多花絮和路透 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感觉 他俩对以前合作过的同事从没有这样过 那时我还和身边的人说 王凯在坦崇玉面前怎么这么闷 后面慢慢意识到崇玉也有撒娇 细节太多我就不专顺了 我不在乎他们炒没炒 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在营业 一些巧合很甜什么的我也不在乎 我只知道我看他们以前那句 花絮只不从未觉得不对劲 但在王凯坦苏玉的那次发布会上 我却发现了他们的一些亲密行为了 凯凯王的眼神真的是满满都是阿姨 如果不喜欢眼神里的光芒是真的装不出来的 除此之外还有王凯在这次发布会上 想摸又不敢摸的动作 让小编再次感受到CP的魔力 他们怎么能这么甜蜜 怪不得会有如此高的适配度和国民度呢 况且在这段时间我也关注了一下评论区 发现剧都不完好几个月了 磕的人只增不减 解垃圾吃馊饭也要磕 不过也我要表示王凯坦苏玉的互动会不会是在营业 确实有可能会导致你们觉得这是人工硬堂 不过演出来的甜蜜什么的那很正常 却还在播他们也不能直播对骂是吧 所以直播里甜蜜大家理智嗑一嗑真的可能会演 可是花絮和路透给我使劲嗑 其实看了他们许多的花絮和路透 那个时候就觉得他们不一样了 炒CP也不用再偷拍的路透离场哦 而且嗑CP嘛真的就开心就好啊 娱乐圈真真假假这么多 不说明星吧 就是我们普通人身边有些人的情情啊 也很难预测吧 情感这个最难琢磨了 即使他们最后不在一起 我也不会太难过了 这个冬天很幸运的遇见了他们 我见证了一对热爱生活的年轻人 顶着谩骂在情事中手牵手肩并肩 完成了一部路人盘巨大的佳作 我不设求他们一定会在一起 我知道可能性也小 但我只愿他们在这复杂的社会 能够一直保持演习的初心 依旧热爱生活 热爱这个世界 我想大家基本可也是和我一样可风味感吧 帅男靓女搞笑男和搞笑女 一个外表成熟 但其实内心像个大男孩 依然热爱生活 一个外表软萌至难 但现实内心清醒 热爱生活 热爱事业 勤恳工作 两个人好像一样 但又好像不一样 在这个冬天遇到了难得消停 让我真的难得消停 但我真的很开心 不管结果怎样 过程我很快乐 因为王凯坦俗语带给了我快乐 也让我碰见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姐妹 发现了一部开始就被人情绪的好剧 这个冬天难得消停 绝不后悔 最后我小编是想强调下 磕CP上头也是可以的 但还是要做好不在一起的打算 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 是磕他们之间的氛围 而不是非要他们在一起 当然能够在一起是最好的 如今他们两位也到了失魂的年龄 相信距离他们 会不会走到一起的那一天 也不远了 所以就让我们近代花开的那一天 期待